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书分山淘金小镇的淘金历史 淘金小镇是位于墨尔本以西112公里的书分山 每年会吸引大约50万的外国游客到来参观 当年,大部分的设施都被叫好的保存了下来 街上的商店和设施基本保留着150年前的样子 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到150年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形态 当年的淘金日,吸引了超过4万人来到书分山淘金 在众多的淘金者中,华人团体占据了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其主要来自于广东与附近等沿海地区 书分山黄金博物馆中记录了当时华人团体 在语言不同的环境里如何坚持在当地生活的故事 在底下矿场展示区域也可以随处看到 华人淘金工作者当时工作的场景 并且广播中还会伴随着一句一句的叫喊 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当时的工作环境当中 当时的华人矿工的饮水区疏导流水潮席矿技术 更是得到了当地人们的认可 并且华人与白人矿工们在日后共同将这项技术加以改进 从而增加了淘金的效率 这是墨尔本跨文化交流早期发展其中的一个例子 如今淘金小镇作为一个文明世界的旅游景点 不仅仅是因为这里保存的历史 更是文化融合的一个标志 淘金热在19世纪60年代是一个极具时代的一时期 当时的淘金热可以说为是整个澳洲社会的推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淘金热带来的新的文化交融的机会 尽管当时的澳洲政府大力发展淘金热是为了遏制劳动力的缺失 但是恰恰对于澳洲殖民地的转型开发 而令到澳洲的国际移民发展变得更为迅速 这个影响也到了今时今日墨尔本成为了国际移民大都市 这里的文化包容更是由于当时不同人民的这次劳动和创造的结果 如今墨尔本作为一个多元化国际大都市 淘金小镇更像是一个见证者 见证了墨尔本矿文化的发展 淘金历史是构成澳洲多元文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淘金小镇中在游玩的时候 不仅能学习当地的当时的澳洲社会文化 更能让我们了解如今墨尔本如此多元化的文化发展 是跟当时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密不可分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再见